独家,流氓大臣天遣论挑衅打架事件,彭希莲强烈要求他闻得甲区州议员东姑和人民做出道歉。 希望联盟彭亨但马路区部领袖促请彭亨州武大臣拿都斯里安南耶谷,针对日前一天遣论挑衅打架事件, 向彭亨州反对党领袖兼行动党文德甲区州议员东姑朱比里和人民做出道歉。 但马路区西蒙领袖在周五下午甲文德甲区州议员服务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 权力声援东姑朱比里治愈,也强力谴责周五大臣安南耶谷, 在当天,22日,举行的州议会上,发表的天遣论时反映出蛮横的态度, 还出言要挑衅东姑朱比里打架的行为如同流氓,非常不尊重民选议员。 因此,但马路西蒙领袖促请安南耶谷,除了必须要向民选的东姑朱比里做出道歉, 也应该向文德甲子民甚至横亨州子民做出道歉。 出席记者会的领袖包括诚信党弹马鲁区部主席米兹, 行动党弹马鲁区部主席王兴安, 公正党弹马鲁区部副主席郭明发, 行动党文德甲支部副主席黄冠雄, 秘书吕震佳, 公正党保林源支部主席陈振宏等人。 王兴安指出, 但马鲁希望联盟领袖就此事全面声援东姑朱比里, 并对其在州议会上为民反映问题提出抗辩, 争取权益及感怒感言的激昂表现深表赞赏。 然而在发表到水灾课题时, 大臣却突然发飙动动怒反活动姑朱比里, 还出言挑戚要和对方打架, 到外面解决两人问题, 甚至还出言质问朱比里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 态度非常不尊重。 他说, 全场七分钟的过程已经被拍摄下来传到全国各地和媒体, 可以看到大臣的态度和言论, 表现得非常不专业, 也非常情绪化。 我们全力声援东姑朱比里, 愿作为其后盾, 给予他支持力量, 继续为民争取权益。 他说, 行动党劳务区部也将会针对大臣的过失, 明天在劳务区同样举行类似的声援活动, 全力支持东姑朱比里。 郭明发也促请安南身为一州之长, 不应该口出狂言对待 同样是民选的反对党人民立法议员, 在州议会上应该能够以专业的态度辩论课题。 反对党州议员也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代议是州立法议员, 大臣这样做也就是说他除了不尊重反对党议员领袖, 也不尊重人民。 此外, 诚信党区部主席米兹也促请大臣能够针对自己的过失做出检讨, 并向东姑朱比里和文德甲选民做出道歉。 马上转发。